为了对抗愈演愈烈的塑料垃圾危机 欧洲许多国家近期都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或者禁止使用塑料制品的新条例 英国是其中颁布措施最多的国家之一 近日英国政府再出重拳 计划在英国全面禁止使用塑料吸管 英国政府19号公布 计划禁止塑料吸管以及其他一次性塑料制品的销售 英国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接受电视台采访时称 这项禁令意味着英国每年可以减少数以百万计的向海洋丢弃的塑料吸管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当天表示 保护海洋环境是目前英联邦工作的重中之重 他突促53个英联邦成员国加入新成立的英联邦清洁海洋联盟 同时对抗海洋塑料污染问题 特雷沙梅同时承诺投入6140万英镑的资金用于治疗塑料垃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